大家好 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开始学习层叠样式表 CSS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内容有什么 这节课呢 主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CSS 然后呢 重点介绍CSS的基本语法 以及CSS的四种设置方式 我们藏有内容呢 就是CWPWP的第四章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CSS CSS是这个缩写层叠样式表 的简写 它可以干什么 它可以设置网页的显示位置 以及格式 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字 CSS这个字母 那我可以让它显示什么呀 比如说可以看到 让它是居中 这是位置 靠右边 靠左边 然后呢 我还可以设置它 加出 鞋体 加下凹线 改变它的颜色 然后改变字体大小 然后设置背景颜色 这减好字号等等等等 都可以设置 这就是样式 那这些样式呢 刚才我对第三个字母 我做了几个设置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出体 鞋体 下凹线 改变颜色 自己的大小 五个样式 这五个样式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种层叠的效果 那就是所谓的层叠样式表 CSS除了设置这种显示位置 格式之外 甚至还可以产生像滤镜啊 图像淡化 网页淡淡出 渐变的效果 都是用样子去处理的 但是有的时候 需要配合一些 加上CSS的定时怎么怎么做 就可以了 另外呢 一个样式表呢 由样式规则组成的 以告诉浏览器 怎么去呈现一个文档 简单来说 CSS就是能对网页显示效果 跟World一样排版控制 比如说我这个是PBT Office的 只要我在这块 通过这些菜单和工具栏 能完成的效果 我在页面里边 对文字 对图片 对链接 我都可以完成 而且功能呢 还会比这些强 这就是CSS 而TML一般咱们主要是为了把内容放到页面上 而CSS呢 是对内容进行处理的 比如说位置摆放啊 还有它的效果格式的处理 是这个作用 所以他们两个呢 一定要配合使用 那假如说 现在我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 让一个段落 首先有一个段落 让这一个段落 让它是字体 比如说是字体是红色的 红色 然后呢 让它背景 背景是黄色 比如说背景是黄色 然后呢 有一个 两个像素的 两个像素宽的一个实体 或者说实现边块 实现边块 然后呢 字体大小 字体大小 为 比如说字体大小 为四厘米 四厘米 然后 只要能想到的 咱们都可以做 有边框 有字体大小 有字体颜色 有背景颜色 或者有背景图片 什么都可以 这些呢 就可以 呃 承接在一起 修饰一个段落 那比如说 咱们现在就拿这个为例 咱们做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看一下 也是先做一个 RTM页面 然后 比如说 HTML HED 全局标签 然后在这里边设置这些标题 也就是CSS 设置 然后这里边 假如说有多个段落 P标签 一行A 一行B 一行C 三个P段落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我只想把第二个设置 因为任何标签 咱们说都可以使用四个 属性 都买四个属性的 ID属性 class属性 还有什么 style属性 还有name属性 任何标签都可以有四个属性 所以呢 我先用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在里边写样式 你看啊 style 属性 这里边直接写样式 一会儿再寄这样有法 我先把它设置成 这四种情况 现在在没设置之前 我们看下这个段落是什么样的 小心 看下这三个堕落 然后设置之后 你再看一下什么样式 按刚才咱们设置 现在呢是字体是红色的 背景是黄色的 字体是红色的 颜色 RED红色 我们来看一下 字体是红色的 背景是黄色的 背景 颜色 黄色 背景是黄色的这个段落 然后我让它 字体大小 是四厘米的 你看一下 字体大小变四厘米 然后我让它有个边块 比如说蓝色的两个像素边块 两个像素的 然后 实体的 蓝色的边块 我写在一起了 看一下 两个像素的蓝色实体的边块 我还可以让它文字居中 比如说 文字居中 文本居中 文字居中 这都是控制样式 布局格式的 我们用批标签将内容放上去 然后给批标件样式 我们就可以给它处理 它的外观和效果了 这就是 CSS 层叠样式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基本预法 我先保存一下 第一个 RTI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基本预法 包括什么 它的写法格式 格式什么样 刚才咱们其实也见过了 我们是用 属性 加 值的形式 来完成的 那有什么样的属性呢 CSS可以控制什么 我们随便 这个呢 每个属性的咱们都会介绍 这是在后边的课程中 咱们先展示 这几个属性就够我们做实验的了 责心剂 设置颜色 设置背景 设置边框 设置字体 这几个 这几个就够我们这两几颗做实验的了 以后的每一个属性呢 我都会单独向大家介绍 那么来随便找一下 任何一个CSS手册 在网上找到的手册 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找一下 就用这个 你看呀 我们查一下 CSS属性 都有什么 设置字体的属性 设置背景颜色的属性 设置文本之间的属性 设置边框的属性 设置分类的属性 等等等等 这是比较基础的一些 当然CSS只要你能想到的 就没有做不到的 那么刚才我用到的是字体大小 这个属性 后边这是它的值 有这么多值 然后呢 我用到了背景颜色 属性冒号后边值 然后我又用到了 字体大小背景颜色 还有用到了边框 用到了边框 等等 还用到了文本居中 你看 这块 这是纵向拍板 文本 这些吧 咱就先不看了 这就是它的一些属性 咱们暂时先学会这几个就可以了 它这是属性和值的形式 刚才看到了 那多个属性怎么在一起写呢 用分号隔开 然后再属性 属性一 然后 值一 再分号 然后再 属性 属性 等等吧 多个之间用分号隔开 这是它的 呃 最基本的一个语法 我们再来看一些单位 看来 再来看一些单位 如果我们是设置颜色的话 设置颜色的话 可以有什么呢 可以使用警号 R G B 三个 比如说警号 C A F 或者是 8 F A 16进制的 RGB 8呢就是红色的颜色 然后F呢是 呃 绿色 A呢是蓝色的颜色 还可以使用 两个字母的 比如说AA FF AA 都可以 还可以直接写颜色 比如RED红色的 GR EN绿色的 还可以用RGB 然后用实进制的 比如说2550 10 等等 都是可以的 这是颜色的单位 我来再看 再来看一下 呃 高 就是字符高度啊 或者可以说是大小的单位 比如说 咱可以用什么 EM 这个单位 比如说 呃 2EM 这样 EM什么呢 是一个大致于一个字符高度相同的一个单位 咱们最常用的是什么 PS 像素 像素 比如说字铁 12像素 这是一个像素的单位 然后还有用PT PT呢 是一个棒的单位 然后还可以用百分比 百分比 比如30%啊 这是一个相对的高度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单位了 比如说 PC啊 就是活字啊 CM啊 厘米啊 MM M毫米啊 什么IN的英寸呢 都可以在这里用 比如说设计一个字体是10厘米的 那你也可以用 这是字体大小的单位 在手册里边呢 一般的手册里边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这里边 外边单位 你看有长度单位 就刚才我说的 就这么多 EM元素自己高度 然后像素 相对于屏幕的分辨率的 英寸 厘米 米 MM是厘米啊 不是毫米 然后pt点 一点等于七十二分之一英寸 然后呢 啪等等等等 然后还有可以百分比的单位 你看 百分之多少多少 然后还可以有颜色 刚才能看到颜色单位 可以有16个各种各样的颜色 还可以使用RGB这种的 还可以使用这种的 还可以使用这种的 RGB也可以用百分比的 这种形式 这颜色单位 然后呢 我们在使用一些URL的时候 可以URL加位置 它是URL统一资源定位服务 你看这里边 可以有相对的 绝对的 相对的 可以不加引号 也可以加算引号 也可以把引号转移 这都是可以的 这是URL我们设置的时候的 一切单位 URL的一切单位 这里边可以是一个URL吧 然后注释在我们这里边 就得一种 以斜杠新开始 以新斜杠结束 里边内容呢 会被浏览器解释的时候忽略 因为咱们刚才看到了 一个样式表由规则组成 就刚才他说的规则 告诉浏览器 怎样去呈现一个文档 是这样的 告诉浏览器怎么成文的 所以CSS呢 和HTML一样 是浏览器解释的 是你把网页面 荡到你的客户端 然后浏览器解释 刚才咱们也看了这效果了 所以呢 写在注释里边呢 会忽略 但注释里边 不要再包含注释 这要注意啊 在其中 不要 再 包含 注释 这是我们样式表的基本语法 只要属性和值之间不是等号 而是冒号 多个属性之间用分号 我强调一下 属性和值使用冒号 这个 然后 多个属性之间使用 分号 这是冒号 这是分号 下边 它俩长得不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CSS基本语法 刚好之后 咱们看一下 它的四种基本设置 内联式样式表 嵌入样式表 外部样式表 和输入样式表 以及它们的优先级 优先级别 这样这个 那这四种样式表 刚才咱们看了 这是 什么是内联式的 你可以看到了 直接在任何标签里边 比如说我这会有一个 B标签 任何一个标签都可以 比如一项W 只要在这里边 直接加入style 这个属性 里边写就行了 比如颜色是 蓝色 我们来看一下 颜色就变成蓝色了 只要直接在 任何的一个 rtm标签中 加style属性 里边直接写 改变它的样式 这叫内联式 也就是内联式 怎么写呢 在这儿 我给你标注一下 因为咱们有这么几种方式 是将样式表呢 在rtm中使用 其实每个这里边呢 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咱们来看一下 内联式 使用style属性 在html元素标签中 使用style属性 属性内联 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内联属性 内联属性呢 比其他的方法 比下面那三种的 会更灵活 但需要和展示内容呢 是混在一起的 比如你看这个 跟rtm混在一起写的 所以呢 内联样式呢 会失去一些 样式表的优点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中 如果多个p标签 都需要相同的样式 那你需要为每个p标签 都使用style 是相同的属性 比如说 我 下边这个 下边这个 也需要这个样式 你看呀 我就也得写一下 这样的属性 看到没 所以假如说 有一百个段落都这样的话 那你都需要这么做 所以呢 内联式样式表 这种呢 不仅需要代码量比较多 而且不利于更新 所以呢 有一些小的属性使用 他还可以 这就是内联样式 嗯 它的缺点是 每个 标签 每个htm标签 都可以 加 加样式 它的灵活就是每个可以加 但是每个可以加 要相同的样式呢 就比较麻烦 咱们一般的呢 像 咱们的段落都需要是 多个段落需要同样的样式 所以这个呢 就不太适合我们做那种效果 那我们看嵌入钥匙表 什么是嵌入钥匙表 在htm页面里边 我们可以嵌入很多种语法 嵌入很多种语法 就是把这些去掉 在rtm中可以嵌入很多种 比如说 我这样写 script 写杠script 那我这里边写的内容 就是将 将将script成语 嵌入到rtm当中 如果我这么写 当然 如果这么写 后制名得叫prp的 如果我这么写的话 是把prp的代码 嵌入到rtm当中 那如果我这么写 加个这标签 这是rtm标签 写上style 在这里边写的就是什么 就是css的语法 不是rtm了 这里边写css 这里边 这里是 java script语法 那这里就是 prp 语法 所以通过不同的嵌入方式 那有不同的 假如我想嵌入java的 update 看一下 都属于叫做嵌入式的 那咱们所谓的嵌入样式表 就指上面这种方式 这些去掉 指的就是 使用style标签 将css语法 嵌入到整个rtm页面 就可以了 嵌入到整个rtm页面 这就嵌入语法 而且呢 在一个rtm页面中 不需要嵌入更多的标签 只要写一个就行了 因为它会控制整个页面的外观效果 所以通常把style标签 写在 头里面 当然写在t里面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也不需要在页面显示 那所以呢 一般通常把它写在头里边 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控制整个页面 通过html的style标签 将css 嵌入到 html中使用 这就是嵌入样式表 通过这个标签 这里边是css语法规则 你看啊 这里边就可以写注释了 将它注释掉 因为这条语句呢 不需要效果 然后里边的语法什么呢 是 样式 规则选择器 然后大括号 里边写 属性冒号 值 大家也可以写的一行 也可以写的多少 属性 一 值 一 多个用分号隔开 当然所有的符号 都是用英文的 这是它的语法规则 不知道 那我们这里边 现在样式选择器呢 属性和值 咱们都说了 就用前面刚才咱们介绍过的那几个属性和值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只需要刚才咱们介绍那几个就行 那样式规则选择器呢 就是下节课咱们重点介绍的 这几个我们先使用一种LTM比选择器 就是任何的一个LTM都可以 比如说 我想要页面里边所有的P标签都是刚才的效果 你看我刚才都去掉了 所以样式现在呢 会回到原来的效果 这个是字符集的事 我们改一下 现在再设置 你看样式都回到最初的那种情况了 那好 我在这里边 它的好处呢 是对整个页面的标签都有效 比如说P 所有的P标签都让它有什么效果呢 颜色是红色的 大家可以写的一行 但是你每行写一个呢 也是可以的 字体的尺寸是四厘米的 然后呢 背景颜色是黄色的 然后边框是两个像素的 实现的 然后蓝色的 这语法是多个属性 这么写 后期呢 咱们我讲每个样式 等会大家介绍 如何将 多个样式形成一行 你先记上面的几种就可以 然后下边 颜色字体 然后让文本 居中 好 所有的P标签都会变成这样 你看一下 这里边一共有三个P标签 都骗出这个效果了 只有谁没变呢 最后一个B标签没变 所以你想给B标签写样式 你可以再加 比如说B标签 字体 比如说是绿色的 然后呢 尺寸 是5厘米的 你看一下 这个就得通通滚头了 你看 5厘米的 绿色的字体 这就是 嵌入样式表的语法 保存一下 嵌入样式表的语法 它的好处是 可以控制 当前 页面的 所有 样式 但是 它也有不足的地方 在哪呢 它不能控制 所有 页面 的样式 假如现在 我其他的 页面里边 因为做一个网站 一个网站是由多个网页组成的 一个网站是由多个网页组成的 那么 多个网页之间段落 如果都是同样的样式 怎么办呢 那我们这就做不了了 我们就要用外部样式表 看一下 那什么是 外部样式表呢 就是如果多个温的 使用同一个样式表 那么外部样式表呢 就更加实用 也就是 将 样式 单独 定义 在 一个 后缀 名为 点 css 的 文档中 并在 rtmr中 通过 link 通过link元素 就是link标签吧 然后呢 连接到 rtmr中 使用 rtmr中使用 这就是外部样式表 将样式单独定义在一个后缀名 点cs文档中 这样的话你定义一个单独的点 css文档中呢 这样的话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所有的页面都可以加载这个文档 那么所有页面就可以都使用这一个样式了 比如说 在这里边 我可以定义一个 当然可以是在一个目录下 比如css目录下 那在这里边我可以定义一个 比如说 做布局的样式表 叫做globl global点就全局的就各个页面公用的一些样式 css 一个样式文件 那还可以做一个 比如说 所有布局的layout.css 所有跟输出有关的 比如说 点css print 叫css等等等等 假如说咱们就是用layout布局的 在这里边写 这里边在写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一点 一些出现者经常忘记这个事 他还在这里边写style 写杠style 这对吗 这不对 因为这个文件里边就是 css的语法了 你写style是在rtm里边通过这个标签 嵌入css语法 但是他不需要 因为他本身就是css语法 所以直接写就可以了 这里边也可以写注释 这里 直接写入css 即可 就是 然后我们这里边比如说p标签 最后换一下 比如颜色是绿色的 然后呢 bhkjlnd 背景是黄色的 是红色的 比如说 red 跟刚才看起来不一样 边块 是五个像素宽 然后呢 也是实体吧 然后是 黑色的 我用这个单位 然后字体的尺寸 假如是三厘米 比刚才小点 你看这个样式 然后这里边还有个b标签吧 b标签我就让他字体的尺寸 是两厘米的就行 现在这是一个单独的文件 在css目录下的这个目录 那我就可以用相对目录下 在我现在写的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相对对目录 css目录下的什么什么 嗯 lialt 那个文件 所以我在这里边 这就不用了 我可以怎么办 你看啊 我也不用自己标签了 我用link属性 这里边看点link的语法 先是rel 指定我家链接的是什么 链接的是样式表 样式表 链接样式表 什么类型的 告诉浏览器 是文本的css类型的 那么这文件在哪呢 在当前目录下 css目录下 layout.css文件中 在这呢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样式 链接到这个文件里来了 这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 就好了 那我这个页面 可以使用这个样式 那想象一下 其他的页面 也写这套语卷 也去加载这个样式表 那其他文件里边 像p标签啊 b标签啊 任何其他的标签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样式了 这就是 咱们样式表啊 咱们所说的 呃 外部样式表 这就是外部样式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输入样式表 什么输入样式表 可以将一个样式文件 样式文件就刚才我们定义的文件 可以用 可以用将一个样式文件 输入到 另外 一个 样式 比如说 呃 文件中 或将一个 样式文件 文件 文件 输入到 啊 他 标签中 他元素中 都是可以的 这个呢 他咱们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这个呢 是多个页面都可以用 你看啊 多个页面都可以使用 多个页面都可以使用 一个范围比一个范围大 那输入样式表呢 比他还强大 可以怎么的 我可以再定义多个文件 每个文件里是片段 然后呢 最后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使用一个整体的文件了 比如说 假如说在这个 我这保存一下 啊 比如说 关掉 比如说 我这个 就这里边吧 我再做一个 导入的吧 这边有一个 随便定义 比如说 万点CSS 然后这里边 啊 有兔点CSS 然后这里边 有 贴扎一点CSS 然后这里边的分别定义了部分样式 你看这里边 假如说可以让 P标签 颜色是红色的 在这里边 我一定 当然是别的标签 很多个了 我只用一个来做 一个 自己的尺寸 是 呃 4厘米 然后这里边 打开 我可以让P标签的 P标签的边线 是三个像素的 然后实现的蓝色的 三个样式 咱们先看第一句 可以将样式表 可以将一个样式表输入到另外一个样式表中 那好 我再做一个 比如说 我像使用的 test 测试点CSS 你看 在这样式表里边 刚才看那几个样式表 第一个实际上自己研究是红色的 第二自己的尺寸 第三个 啊 刚才关掉了 第三个是边线 那好 我在现在在tess这里边 你看 在tess这里边 我指定一个P标签 一个颜色 比如说这里边 我定义它的颜色 还没定义背景呢 背景 假如说是背景颜色 是绿色的 然后呢 我需要其他的组合 我就不用写了 因为这些都是公用的 那我可以怎么呢 用 try emport 导入谁啊 ur 导入 那是当前目录下的吗 看一下 我先写一下 看当前目录下好不好用 比如说 1.css 然后再try emport ur 导入 to.css 这是ur 语法 刚才介绍过 你看 现在这个P标签 我只要在这个页面里边 我先加载的 是 emport 下边的 test 只要加载这一个 看一看他能不能把那两个都加载进来 只有背景颜色 证明我们怎么的 证明我们现在只加载了谁成功啊 test的这个成功 只有背景颜色是绿色 这两个密起效果 那我再加上 m.mp.o.r.t emport 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没写分号的事吗 当前目录下的url 这个好用了 你看字体变大了 刚才我不是目录的事 因为它是在同一目录 当前目录下是对的 刚才少写了分号 这样的话 我在同一个文件中 我就可以在 也就是在css文件中 就可以导入另外一个css文件 而刚才 刚才咱们是在rtm里边去加载 css文件 这在css文件里再加载别的css文件 那假如我还需要把三个都需要在这里导入 unport unport url 导入 thi1.css 你看一下 它会多一个 就多一个蓝色的边块 这样了 这是第一句 可以将一个样式表输入到另外一个样式文件中 文件中 或者将一个样式表输入到style元素标签中 假如说 假如说我在这块 这是一个style元素 这里边 你看 我这里边 假如说 已经有了一个p的背景颜色 是绿色的 好 我现在只加了这一个绿色的背景颜色 那现在呢 我这么加 在这块 在下边吧 看那个样式表里边 你写的是什么了 就是一个文件导入 unport url 导入 unport 目录下的 1.css 你看一下 字里变成红色了 如果我再导入一个 可以在这个style标签标签里边 可以在这个style标签里边 使用这个导入 在圈里 import url import 因为它不是当前目录下了 所以呢 你要写的路径 2.css 再来看一下 它字体又会变大 如果再导入第三个 它就会有边框 这就叫输入样式表 看一下 可以将一个样式文件输入到另外一样文件中 或者是这个 用try import 然后url url语法能见过 里边可以加一号 不建一号 然后呢 css 文件 这是四种导入的方式 那咱来看优先机 不光是咱们现在有一个优先机 那后期呢 咱们再看 其实这个元机倒不大 后期咱们要选择性元机的 也就是这里边写了背景颜色 假如这个单独的一个p标签 我也要它有背景颜色 你加style 加内联的 你看一下 back grond 背景颜色 比如说 我摄像它是黄色的 那很显然 内联式的离它最近 所以它的元机最高 两个有相同的样式 它的元机最高 所以内联样式表的优先机会大于什么 其他优先机 它变成黄色了 背景 那下这个样式表和外部样式表它有没有优先机呢 你看一下 我这会使用link 等于 样式表 style 这个re href 文本类型吧 连接css下边的raylout.css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优先机有没有所改变呢 加了是一个黑边框 黑边框呢 肯定就是这里边的 但是呢 颜色是绿色的 然后呢 这个中间颜色是黄色的 很显然 你会看到什么 量式表 内联式的会大于 嵌入的 那嵌入的就大于 外部的吗 从这看 你看是像 自己是红色的 但是假如说 我把这个粘过来 这跟随意有关 它先加在哪个后 加在哪个 如果你先写style标签 chroll标签 再写外部的 连接外部的 这位你再来看一下 看字体什么大大小 又变化了 所以呢 像这些 加载的时候 是跟加载的位置有关的 它先导入的是这个 这几些 然后呢 又导入的是这个 所以可以这么说 只有内联的 会高于 冰激 我这里边可以这么记 跟一般材浪写的不一样 内联的 高于 其他的 而其他的呢 其他那三个 什么内联的 窗的外部的 其他的和 加载的 顺序 有关 这你就知道 并不是说 其他都是 有的 有的资料 就是说 内联的 高于 高于嵌入的 嵌入的 高于外部的 外部的高于输入的 不是这样的 跟顺序有关 以咱们做实验为主 跟加载的顺序有关 就看你加载在 是什么地方了 这是他的优先机的关系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就这么多内容 这节课主要是掌握 什么是CSS CSS一系基本语法 他的语法非常简单 难点呢 就是咱们后期的 样式选择器 以及每个属性的使用 每个属性干嘛的 在这里 当然后期还有 DAV在CSS了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掌握 CSS基本语法 和CSS的常用的 这四种方式的设置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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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